就算女生也要賣力敲 旧降防救災科學營 模擬災區情景 眾人齊心搭組合屋 另一組人架起太陽能板 負責供電 但學員從來沒組過 要搞懂組裝方式不容易 還好有志工指導 兩個有不同的方式 那你們自己要了解 我為什麼這個要在裡面 這個要在外面 機具的裝設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所以也很新奇也是一個挑戰 有些人學習使用行動餐車 大男生也得細心切菜 在有限資源下做飯 任務不分男女 因為以防救災為主的三天營隊 學員得操作救災的科技用品 從吃喝睡都得一手包辦 許多學員對防救災充滿興趣 像這位就是學校的老師 希望來這邊學一些東西 一些防災救災的觀念 那回去可以把它 就是列為一個國際的議題 來教給學生 老師自我充電 也和學員們一起挑戰未知的領域 讓慈濟志工十分讚賞 可以看到他們的那個熱情 令我非常感動的 透過營隊訓練 讓學員認識防災新科技 更學會用熱情突破自我挑戰 帶來新聞 珍善美志工高雄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